錄金錄不講 但他接班幾乎已成定職 黨內對於他出馬競選2024有高度共識 各派系列委都認為應該儘早提名 以上回總統大選來說 民進黨原定四月就要完成提名 但因為蔡賴僵持不下 最後拖到六月十九才完成 這回如果要加速 等於過完年就要展開提名程序 會不會有其他競爭者 陳清邁的答案耐人尋味 但民進黨無論誰出馬 恐怕都不好選 得面對積極備戰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還有國民黨呼聲最高的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所要面對到的 就是落跑市長的一個批評 另外一方面就是總統跟市長 其實是不一樣的 總統必須要處理很多的國政 國防外交的問題 綠營立委分析選情 2024對民進黨來說 絕對市場硬仗 民黨的部分是在一月十五號 馬上就要來改選 要來補選這個黨主席了 那目前其實唯一有去登記的 就是副總統賴清德啦 所以現在民黨黨內也說 大概就是定於一尊了 可是選完黨主席之後 接下來這個才是重頭戲啦 所以美美姐我們看到其實今天好幾位立委都出來講 這個連不同派系大家都有共識 像是賴瑞隆就說 希望及早完成黨內的提名 讓人選盡速的定案 那莊瑞雄也說啦 看來賴清德就是定於一尊 也沒有聽到什麼雜音 那何志偉是在算啦 他說這個提名時程越早越好啦 因為認真講起來 真的只剩大概一年左右了 其實時間真的是不多啦 那所以美美姐怎麼看 是不是民黨這邊 這個節奏上要比上一次打大選 要來更迅速呢 沒有錯 我就說你 以這一次的縣市長選舉 後來大家檢討結果 不是說提名時程太晚嗎 那各位想一想 明年我們過去的例子 大概是一月中 大概就會有民主國家裡頭 第一個辦總統級大選的 所以你看現在已經十年了 這麼多了 不夠一年 所以當然是越早越好 那立委們是感覺到民意嘛 他們是感覺最敏銳的 大家都要講 我想是有志一通啦 那因為民進黨內部呢 形勢相對單純非常多 那目前看起來黨主席 那就是同俄競選 那一定就是未來就是 這個賴副總統 那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看起來也沒有其他人 要來挑戰總統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沒有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越快然後這個整隊 因為畢竟民進黨大敗 126大敗 那民調11月12月 到最近真的是都不好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要趕快這個止血 那趕快就戰鬥定位 那包括就是說 黨跟政之間要怎麼樣配合 內閣的人事政策路線的安排 然後更貼近民意 更能夠快速的反應 黨務的革新 那一切趕快來就定位更好 不過卡在一點就是說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政黨 你總不能自己點就算了 你初選還是要辦 那制度就這樣 因為民主政黨 你雖然說現在看不到 我們知道到時候 如果有主席人是要選的 那更換戴慶的本身 他1月15號就算就任 他黨主席 黨主席很重要的 你掌握黨機器 你也是要照幾機來 不說話會不會聽到 對吧 所以設想是良好 但是我相信初選制度 再怎麼樣 非得你要頒布也是要走 就是說早一點讓他舉行 然後早一點定案 早一點人選就定位 那大家趕快來準備 那我覺得非常好 那特別是其實深刻寄望一點 就是說呢 未來就是黨政分離嘛 那臺灣我們民主國家 我們也不是以黨領政 那是黨以黨輔政相輔相成 那遇到大選年的時候 坦白說啦 我是覺得說在重要的政策路線 乃至於如果內閣到時候 不管是全部或局部的改制 重要的內閣人士的安排 我覺得黨政之間 恐怕大家蔡總統跟賴夫之間 大家要多一些更多的這個協調共識 然後呢 大家打造出一支非常堅強的團隊 這團隊呢 不只是要解決當下的狀況 更要面向未來 同時呢 要能夠提出願景主張 那在這邊呢 黨呢算是選舉機器 那我們候選的就地位 可是正方面呢 大家要發揮群體的戰力 那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那到底民進黨未來 是會是鐘擺效應 還是骨牌效應 坦白說喔 大家你看喔 那尤其是這一項 我跟各位說喔 不是只有民進 國民黨啦 也不是只有民眾黨 還有一個多一個黨 最大黨的黨叫做共產黨 共產黨會閒著嗎 絕對不會閒著 那各位你想想看 我們謝市長選舉 他都有一大堆訊息作戰了 總統大選他會 嚴棄是夠嗎 你看到習近平最近 就算是內部壓力 就算是他最近要先穩定趨勢 但是他對台至少在口頭上面 放軟了 那你怎麼知道將來會怎麼樣 那如果配合在地協力者 離應外合的力量呢 或說置換概念呢 再給你燒個什麼什麼 票投民進黨兩岸散戰場 這些東西呢 共產黨有很多報的啦 不管是威逼 不管是利用分化滲透 所以在這一邊 趕快候選人就定位 打造軍事的團隊 快速回應民意 同時面對認知作戰 要做好準備 要知道我們對手 不是只有國內的政黨 還有隔海的共產黨 我就要這樣的認識 那趕快發揮戰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 來民進黨的永宏議員 剛才美美姐 他這邊也是認同啦 趕快候選人趕快出來 趕快就定位啊 你才好去應對 不管是共產黨 還是國民黨的一些策略等等的 可是代理黨主席 陳其邁定這樣有夠 他說或許有其他的候選人 也不一定 這是什麼意思啊 來永宏議員解讀一下 該不會吧 沒有啦 因為 至少目前黨主席 已經很確定了 就是這個登記時間都結智了 就只有賴清德副總統 那麼賴清德做了黨主席之後 未來照民進黨的程序 而且他自己又身兼 作為黨主席 所以他勢必會辦這個初選 比如這跟過去小英 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不太一樣 你可以通過中職位說 授權給主席 或什麼對不對 但事實上上次有辦初選 所以這一次 無論如何會辦初選 那無論如何會辦初選 那在初選的時程 什麼時候舉行 這個就很重要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登記 什麼時候舉行這個初選 然後初選的選舉方式是什麼 這個都會牽涉到 到時候會不會有所謂的 另一個人出來登記 我覺得其邁的說法 到底不是在特別暗示什麼 大概他那個比較是說 輕鬆一點說 因為大家都在說 是不是只有賴清德 他一直說民進黨是多元政治 多元競爭的 所以會不會有另一組人出來 坦白講跟是不是最後 就是賴清德定於尊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 我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民主機制都這樣子 好比說我們這次台北市選舉 就有12個在選市長 那個跟很多地方議員的選舉一樣 有12個嚇一跳 那說12個台北市市長 怎麼12個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人出來登記 要去跟賴清德選 我覺得這不必然表示說 賴清德有沒有定於一尊 但是目前看起來賴清德確實是 有穩定這個軍心的效果 這第一個 第二個基層目前看起來 是覺得說 覺得你們不要再打了 就是說你們不要再有派系不要再什麼 那賴清德如果大家覺得 他不說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就不要再亂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有其他候選 就所謂的其他候選人 是我們講的是說 accountable 就是有意義的 那像新北市長 雖然台北市長 那時候12個登記選舉 我們也知道三個嘛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不在有沒有其他候選人登記 重點在說 最後這個時程 能不能順利的完成 而這個時程我判斷是這樣 雖然我們也希望快一點 不過你好歹還是要等一些補選結束 你不可能那個南投補選是3月4號 你不太可能3月4號之前 然後還有一個補選的戰沒有打完 然後就開始 我們在籌備那個總統初選的規劃 但勢必會辦總統的初選 那我也覺得未來 因為這牽涉到大會關係 就是說那黨跟政之間的關係 那尤其去年年底敗選之後 到底政要怎麼去改 因為現在黨已經確定改了嘛 但小英總統也講 他說無論是政務黨務 他都扛起責任嘛 所以到底政到時候 怎麼樣來跟這個 去跟黨來做一個協助輔導跟配合 我覺得這是未來要觀察的地方 民進黨如果2024想要繼續執政 接下來的每一個政策 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 就像是過年前 到底要不要發紅包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是已經炒翻天了 我們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回來 先來請教一下阿苗議員這邊的看法